在早餐时间要带您来看到台中中青交楼道附近有家早餐店 因为便宜饭量大又美味 每天都吸引不少的客人上门光顾 而店里的水煎包和蛋饼更是招牌 说馅料新鲜丰富 搭上店家特调的独门酱汁 是不少掏客必加的好滋味 一颗颗白白胖胖的煎包在铁锅上滋滋作响 等到表皮被煎到味焦的紧黄色后 老板娘快手翻面准备起锅开卖 满满的韭菜一把抓店家给料美在客气 收工感知的面皮配上新鲜饱满的内馅 是不少掏客殖民品尝的美食之一 搅韵的蛋液和葱花铺满面皮顿时详气四溢 不知水煎包是店家的招牌 表皮酥脆内体柔软的蛋饼同样受到欢迎 因为便宜分量大又美味 这家会在台中中心路上的早餐店 每天都吸引络绎不绝的顾客上门 而除了用丰富的馅料满足桃科味蕾 添加特调的独门酱汁更是老他们都得加上的美味关键 顾客们一勺接一勺把撒满葱花的酱汁舀入带中 香喷喷的简薄蛋饼配上手工汁的特调辣酱 不只蹦出犬型滋味 以让传统早餐的美味持续飘香 记者江振南陈颖珍台中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